字幕by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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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兰 字幕by索兰 索兰 字幕by索兰 字幕by索兰 索兰 字幕by索兰 索兰 字幕by索兰 索兰兰 拍电影 索兰 字幕by索兰 字幕by索兰 索兰 索兰 字幕by索兰 索兰 字幕by索兰 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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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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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兰兰兰 索兰兰兰 索兰兰兰兰 索兰兰兰兰 索兰兰兰兰兰 索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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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我們的食物香到別人 不准別人的食物進來香我們環境 這很重要 但偷偷帶飲料是有啦 我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就是以不要影響到他人為主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空間 突然想要找個書來讀 找個事來考 我很怕在那邊太安靜 我在那邊會睡著 因為真的感覺聽起來是一個很舒服 讓人家可以心情很放鬆的一個環境 現在人壓力那麼大 確實有一些人他是來睡一覺之後 起來跟我說 你們今天很舒服 然後他離開了 這也不錯 我心裡想說 這樣子他會不會覺得有點浪費 但是他 他舒服他開心就好 這很好啊 對啊 其實真的是最貴的是空間 對啊 你要去外面哪裡找一個 可以讓你這樣放鬆舒服 又不會被其他人打擾的空間 不管你是你要休息 你要念書工作 都是自己的選擇 你們就提供了一個這樣很棒的空間給大家 謝謝 我覺得好想去 但是一般人都還是很激烈的認為 這麼漂亮的裝潢 應該是一個可以很悠閒優雅的聊天 吃咖啡 喝咖啡吃點點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也會蠻常遇到這方面的小尷尬衝突 進來想要點東西吃聊天 一進來就 不好意思 我們在這邊先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我們請阿虹來講講 你要怎麼跟這些朋友們 就是 溫柔勸阻 對對對 良性狗通 良性狗通 所以想要待會再回來飛碟 有完沒完 我是胖小子 今天介紹的是四序自修室 歡迎在廣告之後繼續回來飛碟 有完沒完 我說 我是胖小子 現在進行我們的百葉豆腐新 現場邀請到遠從桃園來的朋友啊 他們是四序自修室的阿虹還有玉欣 大家好 我開麥了開麥了 他只有記得開 對剛剛講到他們在桃園經營的這個四序自修室 一個非常舒服 然後可以讓你很專注又可以很放鬆 然後不會被別人打擾到的一個空間 適合讀書啊 然後 工作啊 讀書還有讀書 準備考試 對 真絕大多數讀書 嗯嗯嗯 然後剛剛講到說就是其實你們的裝潢很美 然後整個從外觀啊到裡面都讓人家很想要拍照啊 很想要跟朋友炫耀 說我在這裡這裡超漂亮想要找揪大家一起來 嗯 但是就有點跟你們開店的那種 初衷 有點打架了 對那遇到這些客人一踏進來你跟他說哄哄哄的感覺 那你要怎麼樣跟他們解釋 然後當然就是一進來就跟他說不好意思我們這裡不是咖啡廳哦 啊這裡不可以講話哦 哈哈哈哈 是直接說不可以講話哦 而是說不能大神講話 不可就要講得更硬一點 硬一點 他們會自己其實大家都會到一個目的就是到一個空間會有個目的 所以有些是真的來聊天的他就會自己評估說啊那這裡真的不適合 因為我們會說我們這邊樓上有人在念書那大家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 嗯如果是來聊天的話可能不太適合 哦對反正就是把各自的需求跟那個目的講清楚 就沒什麼事了 對對對 但是這樣子會不會你覺得流失了很多潛在客人 會不會就因為就經營者角度當然是希望生意越好越好 嗯嗯 越好越好 對但是 對啊那你你怎麼做取捨呢 其實我們之前是想要都吃的 嗯 嗯還說稍微聊一下夏天一點點 沒關係iggling 小小聲還好吧 就知道家話應該沒關係吧 對對對但是後來就是時常會發生這樣子講話 然後二樓的客人就很不爽這樣 對它走樓梯的時候就會變巨獸 或是他瘋狂挪椅子 我很神奇 刷存在感 然后整间就变闹哄哄了 没有你就听得出来 因为他在面临的是很大的考试的压力 他可能是工作先暂停下来 然后专心准备一年时间要考高普考 或者是他对他来说 是人生的一场很重要的大考试 而且有时间压力的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 一点点的生意都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我们才痛下决心说 不行再让这样子的冲突发生 即便我们认为说 应该已经不是说非常大声 应该不会很影响很打扰 但还是对于真的追求很安静的人来说 还是太吵 因为这样对双方客人 感觉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就是聊天也不能很尽兴 然后来念书的人会觉得说 这边其实有点吵这样子 搞得两边好像都不是 所以就我们就舍弃掉了 可以来喝咖啡聊天 小小聊天这一块 就是专心这个去 就是让人家好好读书 跟好好休息这样子 是是是对 然后我们所以就通下决心 发了一篇文说 从此我们就变成静音空间 我看到那一篇 完全不能讲话哦这样子 然后反而 反而是我们优史以来最多分享啊 按赞的因为 反而吸引更多需要这个需求的族群 大家都很支持这样子 支持的人很支持啦 不支持的人想说 嗯谁 了不起 了不起哦 不下去啊 对啊 有时候也会遇到说 不会不会 我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 然后进来就很大声 那这种这种的话就是柔性劝导吗 对啊 然后刚刚对 可是他有时候是喝醉了 对又有喝醉的人走进来过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不行真的不行讲话 不会不会不会 然后他也说 这边的书我通通都看过 哈哈哈哈 那就很尴尬的 好喜欢 那这种怎么办 最后是怎么处理啊 我们也不敢说非常强烈的 就是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当然你要说报警什么 可以不会 对 对可是因为整场都很安静 对 就只有他在讲话 那他后来就有点尴尬 尴尬 自己感觉到尴尬 而且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来嘛 他是跟几个朋友 对 然后几个朋友知道整个场地的氛围之后 就会觉得哎呀 这个人好像太失态了 那就赶快把他搞不好带走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要跟其他的朋友道歉 就准备一些小点心 啊啊啊啊啊 我们也就就做到这样了啊 对 可是就是因为那次没有说拒绝的非常彻底 让他走进来 让他走进来 所以对你们说沟通的这一块 其实在你们的这个事业上也非常重要 就是不管是跟客人的事前沟通 或者是在中间的劝导 或者是在最后可能结尾的时候 也希望他可以再来这样子 是一个非常需要沟通的一个工作 那想问就是阿宏跟玉兴 就是你们的工作分配在这间店里面 大概是怎么分配呢 对啊 就是因为我们东西不会说到非常复杂 就是准备好餐点送过去跟结帐这样子 就一个结帐一个周餐 然后有时候交换一下上个厕所这样子 对对对不会说到非常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尽量能够简化到 即便未来真的有幸可以再扩张 然后有更多员工的时候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很好处理的 所以我们咖啡机也只是 Seven那种按按钮结束 对不会说要干嘛 弄咖啡豆啊 那太吵了 对 真的太吵了 然后客人说阿你们这没有拉花 我说我不会 哈哈哈 我真的 你不要期待我们有拉花哦 拉花会变很吵 因为打奶泡太吵太吵 弄不出来 弄不出来 很诚实欸 但是很好喝 然后很平价这样子 对对对对 而且说到餐点 我有发现在各大的分享文当中 你们的水饺 点播率很高欸 对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找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适合我们 比较料理过程当中味道比较不重的 然后大家也方便吃 也方便吃 然后我们也很好存放的 对对对 那后来就找到水饺 然后到处去吃嘛 把桃园所有水饺店吃了个遍 吃了多少 对对对 然后最后找到一间卷存妈妈开的 桃园很老牌的一间水饺店 对 然后那老板娘也就是对我们很好 然后就配合起来 好棒哦 对啊 然后现在有时候客人说 老板我可以跟你买水饺吗 我说 没关系你直接去那个 老板娘的店卖就好了 都在这里哦 自己去买就好了 就是他有卖冷冻的 然后送过来给你们这样吃 对对对对 就每个月每个礼拜跟他邀一些 帮我们包好送 靠宅配吗 好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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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很想吃吃看 那个水饺到底是多好吃 而且很大顆 对 它不是很小顆弄 它是很大顆很饱满的 对 因为照片看起来真的是不得了 我想说你们应该是水饺的专卖店吧 快了 好可怕 那家店叫什么名字啊 就叫桃圆水饺 桃圆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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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找 大家可以找桃圆水饺 然后也可以去四序自修市 都可以吃的到 桃圆水饺 桃圆水饺 所以它的水饺很厉害就是 你一般吃冷冻的不是会有一种 冷冻感 冰箱的味道 那个高丽菜是比较不juicy 没那么脆的那一种 甚至有时候会新冰箱味等等 然后那皮也不够厚 但它的就是经过冷冻 然后在料理过后 还是像新包的很好吃 好厉害喔 它好多种不同口味喔 我不知道我看的是不是同一家 是这一家吗 对对对 我看我看 它好多喔 它冷冻水饺外面有韭菜水饺 香菜水饺 芹菜水饺 番茄水饺 酸菜水饺 南瓜水饺 四季豆黑木耳 跟酒黄虾欸 嗯 你终于换气了 你好厉害喔 所以你们店里面是进什么口味的 就是 蝦子 玉米 香菜 高丽菜 香菜水饺 香菜水饺很好吃 懂吃欸 而且它还有卖滷味耶 很厉害 完全变成吃货单元 那你们除了水饺 还有什么餐点 我们最近还有进一些 像是什么打抛猪 然后还有咸粥 哦 对对对对 你要在咖啡店吃到这些 是有点难的 对啊 在咖啡店吃到打抛猪 跟咸粥 这两个东西 真的是蛮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它料理过后的味道 也不会说到非常香到你整件店 打抛猪不会吗 打抛猪不是感觉很浓烈的 泰式的味道 它的那个调味刚好加热起来 我们是觉得还可以 我们就会特别选一下啦 那目前最尴尬的就是 酒黄虾实在太香 但它实在是太好吃 又太多人点 所以就 我们标准就是味道不能超过酒黄虾 酒黄虾是一个top 对它是一个top 然后上次试咖喱就不行 咖喱太浓了 那也可能说 诶这个人点了 那其他人也会想要点 会啊 有人会来跟你们反应说 不好意思 你们这边有点太香了 有有有 有人在反应 对他说久久回之不去 后来我们就赶快 稍微开一点小缝 冷气开强一点的 等等的方式来做 然后赶快泡咖啡 用咖啡味 用咖啡味把它盖过去 对消臭 那你们之前还有想过说哪些料理 然后但是发现是不行的 我们有 一开始有开 有去找过热狗堡 热狗堡 也是方便 其实觉得是一个方便 但就是大家好像 你热狗吃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手也会去更多的接触 对 你在看书的时候 你摸一摸 然后吃一吃 番茄酱勾在上面 对 这个我们也会帮客人注意一下说 它好不好吃 就是方不方便吃 对 对 都要想过 对耶 感觉尝试过很多 才会知道说自己的空间 適合吃什么东西 对啊 因为你光是声音啊 味道啊 还有你食用上面的过程 都要去帮客人想到 对 那饮料还有哪几种啊 饮料就咖啡啊果汁茶 茶 茶 茶是最多人的 是可以回充吗 还是 我们有 我们有分两种 线泡的 然后也有那种茶包 茶包 茶包它 它要再回充就再放它加热水 对 然后线泡的茶就是 大家很喜欢 你们的饮品不是自己可以装的吗 对啊 我们一部分是免费的 有一部分是免费的 对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最主要是收即时费用 那我们就会有付免费的饮料吧 你就可以自己装 那有些是要加价的 比如说没有咖啡因的那种花草茶 或者是要加奶类的那种 因为奶成本比较高 对 就给你加减收的二三十个 你真的实在 这很正常 这就没办法让你喝到饱了 对啊 你可能会喝到回本 我就有点真的不太好意思 真的 所以你们免费喝到饱的饮料是有哪些 就是咖啡 咖啡 茶 麦茶 麦茶 然后水 水 果汁 果汁 果汁也是免费喝 嗯 太費工了吧 这个成本感觉蛮高的 还好啦 你去那个网咖不是什么的也都有 也是会有果汁啊 也都会有饮料机 就是饮料机的那种果汁 那茶大家很喜欢 很爱 是什么茶 就是像家里泡的热茶 我们真的去茶叶行买茶叶 哇 这样子像家里的泡法这样子弄 对 然后就有人说 你没有人这样泡茶的啊 那个我们商业的怎样怎样泡 可是我就 就这样泡 他怎么就觉得这样好喝 我就想这样泡 对 因为就觉得那喝起来 大家要的是那个回甘 回甘感 像来到毛空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配的看书就会更容易 比较平静 就是会放松吧 舒服 感觉真的很用心 很用心 不然你去咖啡店你都一杯一杯咖啡 然后喝完之后你还想再喝东西什么 就会比较有压力 对对对 然后你要再掏钱嘛 你不掏钱你就只能在咖啡店里面 一直去倒他的开水 开水 对 当然我们周遭也是很多人会这样子 对 大概就可能一天35块就解决了 可是他面临的困境就是他 要忍耐很多事情 要承受那种压力 就是大家看来说啊怎么做那么久啊 只点一杯 只点一杯而已 这是一种对啊 然后不然就是他口渴了 他想在干嘛的时候 他都会很痛苦 对 尽量消除大家的这一块 所以在四序自修室就免除了这一块 你可以以计时的方式在这里 让你喝到饱 看书看到饱这样子 可以好好的放松你的身心灵这样子 大家过去的话交通怎样比较方便呢 开车 然后不然就是搭火车到突然火车站 火车站 再搭一路公车过来这样子 走一下就到了 火车站周边 这样也蛮方便的感觉 是蛮方便 但以旧台北生活过的很多人来说 会觉得这什么 这什么鸟 对你们前阵子是不是还有做夹暴广告 怎么样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们一直以为夹暴会是很多老人家 会看到我们原本觉得说老人家看到可能下午来看个书喝个茶 一下子也不会太久的话 那对他来说应该很舒服 就夹暴第二天来的全部都是年轻人 然后都是一家人这样子 然后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来 把小孩放在二楼专心写作业 爸妈在楼下追剧 妈妈在追剧啊 爸爸在用电脑这样子 对然后饮料什么就狂点 因为夹了个折价券 大家很开心 出乎意料耶 但一定要看啊 也许他就来开心这么一次 回收率算高嘛 才刚一两天啦 才刚一两天而已 很棒耶 因为就会想说 现在可能订报纸的人也没那么多了 但意外的拉拢到家庭客 因为我们也是试过很多种现在的行销工具 什么脸书 Google那些 下广告 对可是就是像大家一样什么触及率 什么好头痛 对或者推给了我 其实觉得他应该不会来的人 比如说推给在台南的人 对等等等等 然后所以现在想说 你如果你有订报纸 你应该会更容易喜欢我们这个空间 哦对耶对耶 因为你有在阅读的习惯 你都觉得我想看报纸 我想看纸本的东西 对 对你的空间自然就会有兴趣 对对对 而且起码是算是邻居朋友们 对啊就是 是陶原定 很有趣耶 下广告这一块 你可以参考一下 对我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胖胖最近自己也开了一间小食堂 对电极屋 但就是在大只小小的啦 我也打算想说用那个就是塞信箱的方式 对然后就是看那个回收率大概有多少这样子 对但目前就还是在想而已 可是我很怕塞信箱这个会不会反而有些人看到就觉得 垃圾 或者说影响这样子 有些人给他个折价 对就是上面会有应该会有就是 大家就是喜欢折价券的那种感觉 但我现在还在想说那个折价要折多少 或是要送小菜呢还是折价呢 对所以还在考虑这一块 毕竟小额创业也没有多少钱可以送 这真的蛮可怕的啊 对啊 那个资金上的运转跟周转真的是蛮辛苦的 你们可以交流交流 对对对这没问题 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今天谢谢四序自修室的阿虹跟玉昕来跟我们聊天 然后其实我刚刚有点厚颜无耻跟她说 欸你们下礼拜可以再来一下吗 因为就是讲到创业其实也是蛮多干苦谈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又凹了他们一个礼拜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啰 那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第二小时的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河虎 大家赶快去桃园四序自修室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河虎 就这个小时胖胖一样开店去啦 那就继续呦 我以后带给大家更多好吃好玩好音乐放不完 自从确诊之后 其实明显的感受到肺活量还是没有完全回来 我看着天真的我自己 出现在没有我的故事里 等待着我的回忆 等待着我的回忆 他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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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不行 于是转身上山里头去 他明白 他明白 我可以不行 以后 他明白 我可以不行 我可以不行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他明白 他明白 我给不起 于是转身 向山里走去 他明白 他明白 我给不起 于是转身 向大 他明白 于是转身 肺活量的部分 在于一句话 有时候没有办法一口气说完 还有在于 想要好好的飙歌的时候 跟不上这些 厉害主唱大人的肺活量 真的是 但是光是用听的就很过瘾啦 最近疯狂的被山海洗版 刚听到的是原唱原曲的 草都没有派对的作品 山海 那因为最近呢 乘风破浪第三季 也就是之前的 抱歉 乘风破浪的姐姐 他们第三季现在就是 也是如火如土的进行中 然后每一集 目前都还是团体赛的部分 都还会有唱跳啊 然后演唱啊 唱秀什么各种舞台 那因为 应该是上个礼拜的 比赛 有王心灵跟谭维维 一起合作了这首山海 他们两个女生 一个柔 一个铁肺 然后把它改编成一个 完全不同的版本 而且还加入了自己创作的rap 真的是听了也非常的过瘾 也让大家看到了 完全不一样面貌的王心灵 真的是 一直洗版 当大家想要一听再听 所以 也很期待 接下来其他 不管是参赛者啊 或是 节目上的其他的表现咯 那其实说到这些 不管是节目啊 或是各种 演唱会 颁奖典礼 都有很多的 表演桥段 都非常的经典 想要让大家 一再的回味 最近我的脸书呢 就跳出了 一个十年回顾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SH的粉丝 那平常也是追踪了 各种粉专啊 社团啊 或者是一些 自己粉丝创的账号 然后他都会分享一些 以前的精彩的照片记录啊 或是影片的连结 提醒大家说 某某某时候的今天 那时候偶像们有哪些新作品啊 或是有什么新动向等等的 那最近 就看到2012年的金曲奖 2012的6月23号 十周 呃 十年前 SH因为 就是之前Selina的 那个 烧烫伤的意外事件发生之后 他们在2012的6月23号 回归了 而且那一年呢 Hebe 我记得他应该是有 那个入围 女歌手的部分 他有先自己跟佑佳 单独走了 那个红毯 红毯坛 然后进去之后呢 他们有一个表演的桥段 就是Hebe本人先上台唱的 当时的Love 那首歌 然后来 Ella 还有Selina 一个接着一个的慢慢的出现了 唱了他们自己的歌 然后在最后一起合体 唱了很high很high的歌 然后就最后一个啪 布幕下来 写着 We are back 那个感动的程度 哇 真的是 现在十年过去了 在看 还是觉得 有点热泪 好想哭 好感动哦 那现在 虽然SHE合体的机会已经变少了 希望 有朝一日都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再次合体演出给大家看 那因为上个周末是Ella的生日 所以其实 两个非常贴心的姐妹 也有现身 惊喜到她的 惊喜现身 到她的拍片的地方 先包了餐车 后来惊喜现身 真的是也是让人感动的直接大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得出你隐藏多少的疲惫 却还是坚持着爱不断加倍 让我感动 也让我愧对 谢谢你们 爱我的每个人 在我的人生 最像一场噩梦的旅程 陪我挣脱 勇敢地去醒来 当我的护卫 为我祷告心灵更强忍 谢谢你们 爱我的每个人 让我努力后可以 谢谢自己很坦诚 回想不通 回想不通 我绝望到躲开 但你们做的 总让我 像坚强负责人 为了爱重生 当Hibi跟Ella 一个一个唱歌 然后酝酿到Selina登场 唱出 谢谢你们 爱我的每个人 那一刻真的是 我觉得她自己 应该也很用尽全力地 在忍耐 不要哭出来 因为真的是一路上 想必是经过了 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跟考验 那可以重新站上台上 白拖夜的黑 往蓝天而飞 被阳光包围 只为了 只为了 你一句我笑得 好美 我忍住了 太漫长的泪 看得出 你同藏 多少的疲惫 却还是坚持着 爱不断的加倍 让我感动 也让我愧对 谢谢你们 爱我的每个人 在我的人生 最像一场噩梦的旅程 陪我挣脱 勇敢地去醒来 当我的护卫 为我祷告 心灵更强热 谢谢你们 爱我的每个人 让我努力 好刻意 谢谢自己 很坦诚 微想不同 或绝望都躲开 但你们做的 总让我像坚强 不责任 为了爱 从小 来自Selina任嘉轩 演唱的 爱我的每个人 那经过十年 金曲将来到第三十三届了 金曲三三 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六 即将要在高雄巨蛋登场了 那当天呢 非碟联播网也会做全程的转播 所以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电台 那最近典里有各种消息 也慢慢地一个一个释出了 今年的主持人是大牛哥耶 真的是太期待了 罗时锋大哥 不晓得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那思欣继续来听SHA Shiro 自己旅行自己梦 喝一罐冰敌酒 灌溉酒 灌溉酒味的酒窝 让小柔 回到双家的粉红 可是谁说 你还没有rock'n'roll 没有对外说 当最后只剩下我 谁是我你说 看不到找不到 等不到你的hero 为何不做自己 只剩成天的虚弱 你可以 我可以 为自己不躺到我 等虚弱 削与我 为舞者 叫好披衣服 E. 先转身 先自由 先说再见 先解脱 世界在它背后 原来怎么的辽阔 你坚强 也温柔 也揉紧握的拳头去搅走 欠舰走 全心生活的节奏 你是谁说 你还没有啊 Carol 等最后只剩下我 这是我英雄 看不到 找不到 等不到你的Hero 为何不 做自己 这首成天的时候 你可以 我可以 为自己补讨到我 可是若 少女王 会舞者 将会披护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在我的冰冰时钟 剩下了一堆传说 要把History 改写成History 看我的回忆途中 快乐要满压很久 远着紧简单的时间 让我往后 我是女王 一般的虚弱 看不到 找不到 等不到你的Hero 为何不 做自己 只收成天的虚弱 你可以 我可以 为自己补讨到我 不再对错 不要了 不找了 不等了 谁要渝柔 站出来 做自己 只收成天的虚弱 你可以 我可以 为自己补讨到我 可是Row 差别我 回不着 笑好披风 S.H.E.R.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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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O. 陪伴您在礼拜天的晚上六点到八点钟的时段 幼い頃は自分を きっと特別なんだって信じてた 道端の石ころ一つで 不仅价の 不仅价の ロマンも 集められたのに いつから大事なもの Oh yeah 誰かの 香り 色になったんだろう Oh Just believe 夢見た未来 まだそんなに 離れちゃいない Try again 何度でもさ またゼロから やり直せる 吊り減って ギリギリの Heart ギリギリの Pain かすれそうな Voice Do you cry 終われない Dreamin' 解き放つよ Nothing can stop me now 夜明けのガラスの海から 夜明けのガラスの海から 小舟が滑り出して行くよ 雨ならめる気にして Always by your side Yeah 風は見たらにして Time to drive the time Oh Just believe 誓った未来 何度だって 髪は寄せる Blue so bright 大きく出よう 諦めなきゃ 負けはしない 辛すぎて ブラブラな Heart どしゃぶりの Way ひたむきの Sea Ring All my life 受け入れた 全部 漕ぎ出す ウラ I gotta believe My name Oh Hello I can see it really now Just believe 夢見た未来 またそんなに 離れちゃいない Try again 何度でもさ またゼロから やり直せる よみかえれ あの頃の Heart 一頃もさ 照らし出せ Future Here I am 終わらない Dreamin' 感じる ウラ そうさ Just believe Just believe Just believe Try again Try again I can see it really now Just believe Just believe 夢見た未来 離れちゃいない Try again I can see it really now I can see it really now I can see it really now 來自K Hayashi 他是來自渣黃的一個大男孩 是歌手 也是音樂創作人 他的這首 Just believe 前陣子呢 我們有在節目中聊過 日本有很多非常特殊的職業 也包含了什麼文臭師啦 氣球觀察員啦 還有一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職業狐狸精 因為不知道要怎麼樣開口跟另一半 就是談離婚啊什麼的 結果就聘了職業狐狸精去勾引自己的老公 真的太扯了 太特殊了 那最近呢 有粉絲提供日本太太呢 有另外一個 這不算行業 但是是一個 互助會的概念 叫做 布倫互助會 在婚姻中保持忠誠呢 是社會大眾的既定印象 但是即使如此呢 人 人性啊 人性 還是會忍不住外遇 了 那外遇事件層出不窮 最近在日本呢 出現了外遇者組成的布倫互助會 他們要幹嘛呢 就是幫助彼此在發生婚外情的時候 不被發現 真的是扑斗級的捏 日本的媒體報導呢 這個布倫互助會 是由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家庭主婦組成 承盛時期成員多達三十幾人 幫助成員可以安全可靠的發生婚外情 其中呢 有一個互助會成員 他接受專訪表示呢 他大概在五年前 經過了其他家庭主婦的介紹 加入了這個北關東的布倫互助會 那裡面的成員呢 為了不被起疑 都會互相幫助 互相cover 比如說 有些主婦外出約會的時候 會想要多買一些漂亮的衣服 但突然買很多衣服 難免讓丈夫起疑心 所以互助會的成員 就會有這種彼此出借衣服的功能 讓所有成員都可以漂漂亮亮的出門喔 所以他不只cover你的行程 讓你出去約會的時候 這個體面啊 面子感也要做足 互相的幫忙 另一位三十七歲的主婦也分享 他有時候外出跟外遇對象約會的時候 不小心會拖到回家做完飯的時間 這時 主婦互助會 就是這個布倫互助會的其他主婦呢 就會互相幫忙去他們家煮飯 而且他們還會提前互相傳授手藝 或一些需要注意的餐點內容 確保口味相同 避免老公起疑 欸真的 很細心欸 可能老公明明就不吃香菜 那你去人家家裡煮 就不可以也亂加香菜之類的 不可以 欸明明就知道的事情 還就是做錯了 老公就會起疑 口味還要相同 真的是非常的detail 那該互助會的成員就認為呢 擁有婚外情是充實他們生活的方式之一 在結婚後還是想要擁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不管是否違背道德 成員們都認為擁有婚外情是必要之二 還好已經結束了 我已經快要念不下去了 這真的是挑戰人類道德的一個很很很很很 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嗯 那姑且不論這個婚外情啊 外遇啊 這件事情 大家的道德觀價值觀覺得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發展出這個互助會 這已經是一個會 一個社員了 那有這麼多的成員 代表真的 這個也是有個需求市場在的 所以 真的是好難想像好不可思議喔 那就嗯 分享給大家這個日本不可思議的互助會 Lady I'm crazy No I can't stop dreaming Oh 風がもう冷たくなってる 私たちの恋も 天気次第で 泣いた弱口中 I'm laughing there 小枯らしに肌震わせる 隠しきれぬ ファンテナ feeling you Oh Now また死に肌震わせる 私肌震を失くした マメイド どこにも行けないような気がした Wake up 洗うこと何度も呼ぶけれども Wake up 今度は何もしたい 何度もしたくない Lazy このまま気づけようよ 明日はきっと Fill you baby なんて夢見ているんだよ Lazy 何度も気づけようよ 明日はきっと Piss you baby Oh, you'll remain a summer high and me Oh 漂亮的歌曲來自Kiki Vivi Lily Lazy まだ少し君に溺れたい Lazy このまま続けようよ 明日はきっと Feel you baby なんて夢見ているだけ Lazy まだまだ続けようよ 明日はきっと Kiss you baby Oh, you made a summer high and me Oh No, you made a summer low like and me tokio I'm a dream about you driver trains 風が無 fått滑くなってる 私達の恋も天気次第で Lazy, baby Lazy, I'm crazy No, I can't stop dreaming oh Let's take a baby Oh, let's do it You know I can't stop dreaming Oh, let's do it Lazy このまま続けようよ 明日はきっと Fill you up, baby なんて夢見ていいのだけ Lazy 何度も続けようよ 明日はきっと Kiss you, baby ねえ、夢覚めないで Lazy このまま続けようよ 明日はきっと Fill you up, baby なんて夢見ていいのだけ Lazy 今ままだ続けようよ 明日はきっと Kiss you, baby Oh,夢が覚める前に Oh, oh Oh, you're the only one ich you,iana Oh, you're the only one Oh, no Oh, no 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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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覺得韓國這幾年的戀綜 戀愛綜藝都非常的厲害耶 不管是之前我有聊過的換成戀愛 換成戀愛就是已經分手的男女 有好幾對 那分手之後呢 一起來到了一起住的宿舍 那彼此之間不可以透露說誰是你的前任 那你可以自由的跟其他的成員發展關係 那你可以決定 就最終啦 你要決定你要換成轉車了 要下車了 還是要繼續搭乘你的這一部列車 那另外還有前陣子很火紅的單身級地獄 有點像國外的欲霸不能啊 戀愛島那種比較海島型 然後大家都是單身男女要去配對 那配對 因為為什麼叫單身級地獄 就是如果你沒有配對成功 你要留在一個生活要很客難 要自己生活煮飯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你配對成功了 就可以去天堂 享受很精美精緻的美食啊 房間啊 Spa啊什麼的 對 那這一次呢 這個交換約會 喔 又更挑戰人性跟道德了 交換約會是幾對正在交往的情侶 那他們可能 呃 彼此的關係正面臨了一些挑戰或是 就是他的那個簡介寫說 他們有點岌岌可危了 關係岌岌可危 那來到這邊 彼此會彼此 彼此會知道 你 你的 呃 你的戀愛對象是誰 但是呢 因為這已經是第二季 我第一季沒有看 那第二季他的一開始就是 直接展開了新對象的約會 然後等於是 男生你要載著自己的女朋友去跟別的男生約會 那這些人都是你完全 對他一無所知的人 那約會回來之後 喔 好厲害 可以去選擇說 要不要跟這一個人再進行下一次的約會 或是要再認識其他人啊 什麼的 那因為大家又都要住在一起 所以 就會有一些 不是一些 是非常的 Kimoji不開心的問題 啊 你剛剛跟他去約會 怎麼笑得那麼開心 啊 你回來對我就一句話都沒話說嗎 然後什麼 你臉臭的這個時候就對我 其實我覺得那些 關係的呈現都非常的真實 尤其是冠起門來 情侶彼此之間 吵架也好 溝通也好的那個畫面 喔 真的好真實 真實到有點令人味道 但是出去呢 就是跟其他對象約會的時候 他們又有點興奮跟期待 開心的那個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 欸 天啊 你其實還有女朋友 你還有男朋友耶 你還可以這樣嗎 什麼的 可是回到這個情侶本身 你會覺得 欸 其實你們問題也是蠻大的 還是要不要就 嗯 見好就熟之類的 所以就大家會去討論說那個 道德界限啊 以及關係 到了一個康長的時候 要怎麼去做選擇 那 而且這些情侶 每一隊來到這邊 展開了這個同居或是旅行 因為他們地點選在韓國的記州島 算是個度假勝地 所以他們說 你出發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 這一趟旅行的目的是什麼啦 就是要看我們要不要繼續啊 或者是我要不要 決定去跟其他人展開新的戀情 所以大家其實都知道目的 但是那個當下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時候 還是會忍不住地走心 然後忍不住地去說 欸 你是不是其實也偷偷地注意他 你到底把他當認識性朋友呢 還是真的有把他當異性來看待 所以也引發了很多很多溝通的機會 那目前我看到 我好像看到第三集吧 那看到那個下集預告 有一些真心話大冒險的部分 欸 他們很厲害 他們有一個機器有點像測謊機 那你就是把你的手掌放在上面 那其他人可能問你一個問題 你要回答Yes or No 那就是他可以測出來你有沒有說謊 如果你有說謊的話 你會被電到欸 而且那個電字它就會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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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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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會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說謊 交換約會在Netflix上面更新 每週我記得週四吧 週四會上架 所以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來一起追一下囉 繼續來點CV Pop 這是Killie Jean的 Killing G 的歌曲 Running Runaway Killie Jean的歌曲 Killie Jean的歌曲 PAD-CV的歌曲 metros director 伐せてるね きっとまた何処かで 激しい雨に出壊すだろうが 昔より賢くたくになった僕らなら 大丈夫さ step out though it keeps raining you hold on a long way さっそと歩けば 誰もがきっと思わず挑み cause legs the rain has let up 色褪せた夢は 消えてしまったよ どこへ 高気圧の空へ the rain has let up さんざめく人の波 新しい季節を生きよう 素敵な予感しかない the rain has let up Rain in Runway 來自Karin G的歌曲 這裡是飛碟有完沒完 我是Waho 你可以上臉書 搜尋我們的節目粉專 也可以打Waho31WOHO 寫線31都可以找得到我 那如果要找胖胖的店 就去IG搜尋電集物就可以啦 那大家如果最近有追什麼劇 也歡迎上來跟我們分享討論 推薦咯 那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個廣告 待會再回來 換上廣告之後 繼續回來飛碟有完沒完 我是Waho 你可以透過收益收聽FM92.1 也可以下載飛碟聯播網的APP 最新的APP 可以收聽到 我們各個分台聯播網的歌曲的節目 那接下來來聽Green的歌曲 RU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初音ミ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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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发行了他一张专辑集结了他们所有的广告歌曲 Green的CM Song 刚刚听到来自Green的人Hito 那其实这一季的春季日剧呢 几乎一个一个都迈向了尾声了 前日子有分享迈向外来倒数十秒 木村拓哉加满岛光还有安田贤等人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稳稳的好好的把一个故事说完 虽然大家一直新闻上都说日本什么收视不佳啊 所以只有拍九集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 然后也把角色的每个内心都呈现得很完整的剧 那虽然都是经典三幕剧啊 就也是角色一开始一觉不正啊 后来遇到这些人 那中间有一些考验要等他们去完成 那看了非常非常的顺畅 所以再加上每个角色发挥的也都很完整 我个人是真的蛮喜欢这个作品的 那最近在电视上好像也有开始播了 叫拳王的教室之类的 漫上未来倒数十秒 玩解篇 那现在听到的是 我的可爱要过期了 当中黑色Jump的这个我想谈恋爱主题曲 那因为歌曲原曲都还没有上架 目前找到的是这个伴奏melody的版本 那就来聊一下我的可爱要过期了 这部剧呢也是 算是出乎大家意料吗 算意料之外的好看 就可能原本没有抱太多期待 觉得可能就是啊 卖个颜值啊 然后不太需要动脑的作品 但是到后面 他越来越探讨说 可爱要过期的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么重要呢 可能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去追求啊 我们要算动灵啊 青春永驻啊 不要让岁月在我们的外形上面 动太多的影响 但是因为这个角色主角 山田梁介演的这一个 康介先生 一开始都是大家 因为他外表很喜欢他嘛 但因为一开始就遇到了这个 方根金子演的这个机器人角色 对他不理不睬 但是因为他们是同事 又要一起完成很多计划 所以在相处过程当中 慢慢的发现彼此的体贴啊 彼此的可爱 反而是这个男主角 觉得这个女主角可爱 所以他对他来说 就是很多 以往的经验都相反过来了 那也想要为了 这一个女生多付出一点自己的所有的心力 那在ending的时候 虽然可能没有以往大家奇怪的那种啊 永远在一起快快乐乐幸福的happy ending 但是我觉得他丢出来的议题都 让人家会再去思考 他说未来并非无法改变 而是你不想改变他 因为如果你有追这部剧的话 你应该知道就是有一个未来的三田两界 来到现在 跟他说 哎你的可爱要过期了 你以后就会像我一样 长得这一副大叔一样 都没人喜欢 你要好好珍惜你的现在啊 你现在不管做什么事 你都无法改变 你的可爱就是会过期 但是在这部剧的尾声 三田两界领悟到说 你看这个未来的他 来到现在 其实没有去试图要改变什么 那其实就是代表着 未来的自己 其实也很满意当下的自己啊 就算可爱结束了 你也很满意现在的自己 然后了解到人是没有想为期限的 那只要活在当下 然后好好把握 每一个机会 每一刻 都是对未来的自己 会不留下遗憾的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 我的可爱要过期了当中 当然有很多 可爱啊 小搞笑的桥段 但是呢 都不会去影响到 他最后的这个 我觉得算收尾收得蛮好的 不是烂尾的一个剧 所以现在也是全剧上架了 而且他的最后完结篇 也有加长 因为他原本一集二十几分钟 那最后一集有加长到四十几分钟 算是可以好好的过瘾的把这个结局看完 那也是这一季春季日剧的 我很喜欢的其中一个作品 那目前也有很多的夏季日剧的讯息 也都慢慢释出了 带我跟胖胖整理整理 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咯 也有很多很期待的哦 所以拭目以待 接下来听清水祥太的买步 俺がいるから 恋愛は算数じゃない 大事なのはバランスじゃない 俺が君を守ってるようで 時に君が俺を守ってる It's easy 君と過ごす日々 意味もなく塞いでた俺にとって 君の笑顔が全てを開く日に 常識や本能 お金も欲も 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や仕事も 全部全部来週へ この週末は君が最優先 もちろんいいことだけじゃない 俺たち誰かが書いた絵じゃない トラブルだって冷静に対応 1 for the honey 2 for my all My boo どこへも行かないで 誰にも触れないで 俺がいるから 隣にいるから Now boo I'm so happy 俺がラジンなら君はJust me 照れくさくて いつも言えないけどさ 愛してる 君を愛しすぎて たまに超不安で 病んでテンパって 君もそんな俺見て苦しんでる それでも好きなんだ 無器用なだけなんだ どんなに辛くても そばに居たいよ I boo 何にも言わないで 帰ったらハグして ねぇ 君がいるなら 俺頑張るから Now boo I'm so happy 俺と出会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眠ってる時 拗ねてる時 笑ってる時 全部愛してるよ My boo どこへも行かないで 誰にも触れないで 俺がいるから 隣にいるから Now boo I'm so happy 俺がラジンなら君はJust me 照れくさくて いつも言えないけどさ 愛してる 來自清水想太的My boo 今天的節目要到這邊告個段落告尾聲了 最後來聽 Deep Sea Diving Club 跟Michael Caneco 合作的 Sunset Chic 我是沃侯 這裡是飛碟有完沒完 希望今天的節目內容你還喜歡 挺面的百葉的福星 我們的四序自修室 下個禮拜阿虹跟玉欣還會繼續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來跟我們聊更多創業的大小事 而且剛剛忘記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去四序自修室的話 有可能會聽到沃侯的聲音喔 如果你有待到晚上打烊的話 會聽到我跟大家說晚安啦 那這邊也跟大家說晚安 下禮拜 同一時間禮拜天的晚上六點到八點 飛碟有完沒完 那我們再會囉 拜拜 下集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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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